你就是他 他就是你 好啊你这个骗子 行翼 阿姐 我 我错了 我再也不喝那么多酒了 好啊你个兔崽子 赶紧整夜不归 还吃那么多酒是吧 有能耐啊你啊 长大了是不是 来来来 过来过来 轻点 轻点 阿姐 我错了 我错了你 我保证我再也不喝了 阿姐 王爷 林牧觉得你如此英勇 聪慧 善良 能文能武 长相英俊 去洁身自好 是没有女孩子不习惯的 只要我们通过实际行动 展现出您的优点 相信任何游主 肯定会对您刮目相谈 更不要说那些不好的印象 只要您交给林牧去外 我都能给您办好 相信她一定会与您和好如初 感情更进一步 倩倩 这外面怎么回事啊 一大早都这么吵 好像是美人阁里的美人 在搬家 在搬家 嗯 里面的东西都搬好了吗 好了 好好好 王妃 给您介绍一下 本王府的清风阁 里面收藏的是 各国珍贵的书画群笛 此阁的钥匙也交于您 王爷说了 以后此地便是您的地方了 清风阁 这不是美人阁吗 这里的美人都搬走了 美人阁 本管家还未曾听说过 北王府还有什么美人阁 想必王妃 您一定是记错了吧 之前不是你介绍给我的吗 您一定是记错了 王爷 王妃已经去过了清风阁 看着清风阁的牌匾 都惊讶得不敢相信 丝毫也看不出曾经是美人阁的影子了 嗯 嗯 大家都仔细着点啊 这些啊 才是我们王爷珍贵藏书的十分之一 大姐 王妃你好多傻啊 你说这是什么习书啊 是我围着院子晒书啊 我们王爷那可是两岁十字 五岁成文 王爷可是整个北书 最博学多才 才华横溢 充惠过人 英勇超群之人啊 声音大的 整个北王府都能听见了 小王子啊 这怕是说给公主听的 而且啊 豁有成效 我都快背下来了 充惠过人 英勇超群 这四书五经珍藏版啊 一定要放在桌子上晒 王爷 今日冬院的晒书行动 已经全部完成 现在整个冬院都对您的学识 赞赏有加 就连王妃啊 也已经频频夸赞了 嗯 好 见过公主殿下 我们村曾遭受威意 多亏北王殿下 带人及时救助 我们才得以保命 多年来 一直没有感恩的机会 今日望北王妃 收下此礼 是北王给了我一方土地 才得以安家落户 摆脱留民身份 今日特地来感谢北王 恳请北王妃 代为转达 鄙人曾只是小小伤犯 生意惨淡 苦于街道混混地压榨 是北王将其赶走 这才得以生存 故特来感谢北王和北王妃 今天起码有几十个人 通过公主 向北王表达感谢了 看来北王殿下 并不是什么坏人嘛 而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十分善良的人吗 嗯 王爷 这下全都土了 我听见王妃啊 都开始夸仙善良了 嗯 接下来就看我的安排吧 来 真不好吃啊 你给我 好 你给我 好好好 来 来 这么多菜啊 我这就很香 阿姐 你看 是吧 来来来 是吧 是这个 来 不会这些也是北王安排的吧 嗯 没错啊 这正是北王殿下 特意为王妃安排的 王妃还满意吗 我就知道 你们怎么冤魂不散的呀 啊 折腾了这么久不累吗 你不是说都土了吗 我是听说王妃气都消了呀 听说 别以为搞这些事情 我就会原谅你 美人阁改成清风阁 你当我失忆了 还有 把冬月所有的地方 都铺满了 说来大声宣扬 你聪慧过人 英勇神武 真的是吵死了 不是 还有最过分的是 让一屋子人来感恩你 诗恩不图报 方为真善据 你不明白吗 一屋子人 我得一一回礼 真的是累死我了 王妃 凌木 这些都是你干的好事啊 王妃我 王妃 王妃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王妃之前明明 不是这个态度的 我竟然指望着你们 王妃 王妃 让我来